上期说到三个主角和他的数码宝贝都达成了进一步的相互理解 大家好,我是全书 一天深夜,启人和基尔兽正在战斗 他卡片召唤钢铁加鲁鲁兽兽,并打败了黑暗蜥蜴兽 接着外面突然出现了直升机 启人觉得还是先撤比较好 黑暗蜥蜴兽则说了一句 我要在这里活下去,让我进化吧 然后他就被山木他们抓走了 山木还提醒启人,不要再玩这么危险的卡片游戏 他带走了黑暗蜥蜴兽,但并没有带走基尔兽 只有启人送基尔兽回基地 当基尔兽问他是否希望自己进化时 启人因为之前被吓到过 他自己也很矛盾这个问题 这时网络管理室发现一个数码宝贝 古勒兽这次跑到这里来 山木当作是小角色没时间理他 他们正在研究黑暗蜥蜴兽 山木说数码宝贝是老一辈人 写出来的人工智能程序 实体化只不过是一个意外而已 研究员说构成他们身体的 是一种疑似蛋白质的东西 但是内部分子结构极其不稳定 接着他们的实验开始了 黑暗蜥蜴兽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的神明啊,请改变这个世界吧 然后他就消失了 山木的目的就是得到清除春花宝贝的办法 早上上学的时候 前找老师负责在校门口检查 启人偶然问了一句他为什么会当老师 前找说原本觉得工作前景稳定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的 结果启人来了一句他也是这样认为的 进教室的时候 启人和北川他们依然有点尴尬 上课的时候 启人把基尔兽进化的草稿给画掉了 然后他收到了树立的小纸条 打开一看画的是基尔兽 此时同学正在朗读着 良好的情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物 放学后启人去找北川他们 不过矛盾还是没有化解 北川他们也不打算玩卡牌游戏了 启人生气的说那才不是游戏 另一边山木正在跟几个 不想承担责任的上级请示 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得知 数码宝贝是从1980年开始 各国年轻研究者发起的一个开源计划里来的 不过那个计划已经被冻结了 现在的卡片游戏也只是 当时创作出来的角色而已 原本这些疑似生命体 只能存在于某些特定区域 结果现在变成会实体化于现实世界 并且他们可能会无限制成长进化 所以山木打算消灭他们 四个上级不同意也不反对 反正山木也就是走走流程 回到启仁这边 他向基尔兽坦诚自己害怕他进化 基尔兽说他和启仁是好朋友 跟他坚信启仁对他一直不便一样 这句话点醒了启仁 启仁还为自己不信任基尔兽而道歉 他们两个现在更加的心意相通 这时山木的计划正在准备中 见梁的爸爸回家遇到一个黑衣人 谈话中得知爸爸似乎年轻的时候 参加过什么电脑计划 随后黑衣人就不见了 刘基这边则在跟妖狐受讨论 到底进化的原因是什么 妖狐受说有了人类的同伴 可能就不需要依靠载路数据进化 他们两个也更加依赖彼此 而古热兽这边已经绝杀到一样 周围的空气变得跟他以前 待过的地方一样 然后小妖兽突然出现吓他一跳 小妖兽想打败古热兽载路数据 同一时间山木的消灭计划开始 他以黑暗吸收的资料为诱饵 吸引大量数码宝贝过来并消灭 基尔兽也发现了异常 他说一只强大的数码宝贝要来了 剑梁想询问父亲 是不是参与研究过数码宝贝 不过被打断了 大尔兽此时也发现不对 山木的消灭计划正式启动 众多野生数码宝贝都被吸入并消灭 山木很开心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就在这时 那个消灭计划的黑洞里 被探测到有东西正在具象化 山木的这个计划被反向利用了 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创造出我们的人类啊 我们只尊重于自己的神明 你们不过是我们追求进化而存在的 山木立马提出了质疑 但是看到数码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 山木无比的懊恼 感觉一切失控了他正处于崩溃边缘 接着孩子们来到现场 妖狐兽率先冲到了楼顶 出现了一只没有自要的数码宝贝 企人给了刘基一张进化卡片 然而九尾狐兽被对手一个甩尾打败 接着加鲁哥兽就冲了上去 结果跟九尾狐兽一样 最后只剩下基尔兽了 不过企人其实比较担心 古拉兽也会被打败 掉下来的大尔兽给出重要信息 对手攻击前卫先观察四周 古拉兽也确实给到了一些伤害 但紧接着对手咬住了古拉兽的右肩 这时对手的资料终于出来了 他是完全体飞虎兽 而企人也倒了下去 意识中他见到了古拉兽 古拉兽并没有放弃战斗 他也唤醒了企人作为一个训兽师的觉悟 企人也明白自己不应该犹豫 现在的他渴望再战一次 他表示战斗没有结束 这时他的卡片中出现了蓝卡 终于企人卡片召唤进化开始 画面突然3D起来 古拉兽矩阵进化成大古拉兽 而古勒兽明显是累了 飞虎兽则不明白 为何成为人类同伴后还可以进化 他疯狂攻击大古拉兽 这些疼痛同时反馈到企人身上 不过最后大古拉兽还是干掉了飞虎兽 山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改观 这场战斗北专他们也看到了 他们还夸基尔兽真厉害 企人这次不再害怕进化后的同伴 他慢慢变成了一个合格的训兽师 事情结束后孩子们在公园讨论 他们现在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企人也说他们现在是一个团队 基尔兽还拿出了做好的旗帜 古勒兽是在最上面的 接着到了星期天 企人想找剑梁和刘基出去巡逻 不过两边都刚好有事情 然后企人的同学就来找企人玩 大家主要是来看基尔兽的 北串和盐田他们也跟企人和好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小妖兽在一旁看得有点羡慕 虽然他嘴上在吐槽基尔兽是呆子 但却被药狐兽看穿心事 之后药狐兽感知到有情况突然离开 刘基和奶奶在地铁站遇到数码宝贝 药狐兽及时赶到帮忙 这一次的对手叫黄蛇兽 黄蛇兽在隧道里到处破坏 九尾狐兽和刘基一起追击 同时还碰到刚下地铁的剑梁 他卡片抽换战斗暴王兽勇者之盾 就下了一个小孩子 刘基当剑梁联系起人 然后自己继续追 不过起人并不在家 而加鲁哥兽和九尾狐兽打不过对手 小遥兽刚好看到这一切 他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还是跑来告诉齐恩和基尔兽 正下方有同伴正在战斗 于是齐恩赶紧前去支援 北川还给了齐恩一张能量充电卡片 所以早上说要巡逻的齐恩 结果是最后一个来到现场的 之后在三个成熟期的合力攻击下 黄蛇兽就这么被打败了 从他口中得知他们是十二地魔 也就是之后还有别的敌人会过来 结束后北川他们也见到了树毛宝贝 然后大家就愉快的离开了 由于最近的战斗比较多 所以刘基给了妖狐兽一瓶补充液 剑良和起人也决定 带上大尔兽他们去参加露营活动 鼓热兽也跟过来了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同学们也很照顾基尔兽 不过晚上他们碰到了铁基兽 剑良因为不想打扰 大尔兽他们难得的娱乐 所以选择避而不战 铁基兽晚上吸光了城市的电力 第二天傲娇的小妖兽 也加入大家一起玩水 中途遇到铁基兽的袭击 在得知昨晚整个东京区都停电之后 剑良判断出铁基兽是以电力为时 所以才变得那么巨大 并推断出铁基兽的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水利发电厂 剑良有点自责昨天的决定 不过在大古拉兽和加鲁哥兽的合力攻击下 铁基兽被打到水利短路挂掉 之后的某一天 一个小孩在秋月园电器街抽卡 他被一个穿黄衣服的人撞到 那个人留下一张卡片 几经辗转这张卡片到了剑良手上 这卡片叫我们都是优等生 剑良刷不了卡片后发现 这张卡就变成蓝卡 晚上他让爸爸帮忙分析这张卡 感觉他爸虽然知道点什么 但并没有具体告诉剑良 之后剑良他们寻找卡的来源 基兽兽因为不能坐电车所以没跟去 途中剑良他们碰到了小药兽 紧接着又碰到了自己的爸爸 剑良的爸爸看到了数毛宝贝 想靠近小药兽的他被攻击 还好大药兽及时出来阻止 他问小药兽想干什么 这句话似乎打击到了小药兽 随后剑良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先跑了 他们来到电器街 古恶兽也在这边 在这里碰到了蛮牛兽和白羊兽 他们先展开了足够大的数码领域 然后开始吞噬光碟数据稳定形态 白羊兽的叫声至今难忘 随后大药兽和药物兽就跟他们展开战斗 而且地魔似乎已经知道情况 他们收到命令是消灭大药兽他们 不过蛮牛兽感觉没有尽全力 加鲁哥兽则被白羊兽压制住 紧要关头剑良说完那张蓝卡 一道白光从方舟机冲上云霄 接着前看到了古恶兽 从额头发射一道红光到空中 于是天降白色光柱 加鲁哥兽矩阵进化开始 这竟然也是3D画面 加鲁哥兽进化成拉比兽 拉比兽的行动相当的敏捷 蛮牛兽这时准备过来帮忙 而拉比兽则发动黄金三角将其消灭 不过蛮牛兽其实是跑掉了 回到家里健良和爸爸互相到处实情 原来20年前健良的爸爸李振宇 和他的朋友一起创造了数码宝贝 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开源计划 他们当时主要研究如何让数码宝贝 遵循落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虽然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却因为没有赞助搞不下去 现在孩子们玩的数码宝贝游戏 就是以当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来的 同时他发现那张蓝卡上 竟然出现当时一个代号为社果子的研究员代码 另一边蛮牛兽来找妖狐兽 他们两个似乎有话要聊 妖狐兽就这样跟着蛮牛兽走了 隔天刘基的妈妈带刘基来拍照 可以看出刘基并不喜欢自己的妈妈 他拍照拍一半直接跑走了 刘基很担心妖狐兽的状态 他的妈妈也看不懂刘基 晚上妖狐兽和蛮牛兽出现在国立体育场 起人他们知道后立马赶过去 原来蛮牛兽是想拉妖狐兽露火 因为妖狐兽的数据很漂亮 而妖狐兽只是想套话 地魔指的神明是数码宝贝的神 数码宝贝本来是人类创造的数据 但是后来被人类抛弃了 没有形体之前只能在数码世界活动 这时古乐兽突然出现打断了对话 蛮牛兽追着古乐兽打 古拉兽和加鲁哥兽出手解围 但是这次的主角不是他们 所以最后只能靠九位狐兽 眼看九位狐兽不肯归顺 蛮牛兽准备打到他服位置 关键时刻刘基抽出了一张蓝色卡片 看着古乐兽就在眼前 刘基也知道可以进化了 九位狐兽矩阵进化开始 不过这次竟然不是3D画面 九位狐兽进化成完全体几十兽 他一招反比闪消灭了蛮牛兽 为何全数有种看通灵王的感觉 而这一切也被山目监控着 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去 刘基还称赞妖狐兽在月下特别美丽 之后孩子们在讨论 为何地魔要攻击他们 小瑶兽看着和人类玩耍的基尔兽觉得很可笑 他还去吐槽古乐兽 只会装可爱讨人类开心 另一边剑阳从道场的师父这里得知 地魔是印度地方的繁育 就是神灵或神将的意思 因为他们会跟带来灾难的阿斯拉对抗 所以被认为是好神 反过来对于信奉阿斯拉的人来说 他们就是不好的 所以善恶没有绝对看你的立场决定 此时古乐兽正跟着小瑶兽 小瑶兽不喜欢被这样跟着 突然旁边的数码领域传来一阵笑声 这一次来的是战马兽 他嘲笑曾被人类训养过的数码宝贝 身上都有着相同的味道 这让小瑶兽回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 接着刘基他们过来了 战马兽说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是不容许进化的 连妖狐兽他们的存在都不被允许 然后就消失了 小瑶兽逞强说不需要妖狐兽帮忙 妖狐兽的关心让小瑶兽更生气 他说自己很强大才不要跟人类在一起 另一边山木他们收到一则消息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地魔 这赤裸裸的挑衅让山木很生气 空地上孩子们和鸡尔兽玩耍 突然混进来一个不认识的小孩 他故意吓大家一跳之后就走了 小瑶兽则继续到处捣乱 傍晚游戏结束了 古乐兽过来找启仁 启仁终于发现每次进化古乐兽都在 他觉得古乐兽和进化有关联 不过古乐兽自己不懂这些 而捣乱的小瑶兽此时已经被包围了 是妖狐兽及时过来将他带走 然而小瑶兽并不领情 其实他也曾经拥有过同伴 小瑶兽内心很渴望进化变强 这时战马兽又出现了 为了证明自己可以 小瑶兽准备单挑战马兽 结果可想而知 但是妖狐兽阻止其他人的帮忙 因为这是属于小瑶兽的战斗 打不过的小瑶兽来吐槽所谓的神明 这直接激怒了战马兽 小瑶兽眼看就要不行了 妖狐兽及时救下了他 然后三个主角同时卡片抽换 但是他们的攻击都被战马兽吸收 随后战马兽一吹自己的罗贝 古拉兽他们都被打败了 勉强站起来的小瑶兽又冲了上去 看来他是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 可惜结果还是一样 就在这时战马兽出现一样 似乎是由于山沐这边干扰 战马兽暂时消失了 数码宝贝们暂时在睡到休息 剑梁他们没有找到小瑶兽 之后北川他们来找启人 走路的时候突然多了一个小孩 北川自己做了一张蓝卡 不过肯定是刷不了的 这时那个小孩要来抢方舟机 失败之后就跑了 剑梁和刘姬还在找小瑶兽 结果依然是无功而返 这时数码领域又出现了 同时剑梁的爸爸振宇 被调配到山沐的网络管理室 山沐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数码领域 就是网络内的疑似生命体 在现实世界被释放的时候 会产生像雾一样的粒子 在雾气的覆盖范围内 所有的电磁波会随着 疑似生命体的数据进行变化 空气内的元素急速凝缩 经过量子转换成疑似蛋白质 凝固之后就能使数码宝贝实体化 刚解释完战马兽已经开始破坏街道 而山沐其实召集了之前 研究出数码宝贝的帮人 除了一个代号叫射果子的没找到 郑宇回忆当年射果子说过 不久之后数码宝贝将会出现于世界 并且替代人类 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大可能 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山沐解释数码宝贝好像有自己的神 他召集大家的目的 就是要让这些曾经的创造者 清除威胁世界的数码宝贝 这时孩子们正在跟战马兽战斗 可惜对手实在是太强了 而且古勒兽好像也很累的样子 即使大家不停换卡 也没有办法伤到战马兽 要是能进化就好了 然后北川就拿出了那张自制兰卡 起人感受到了友情的力量 不过还是要得到古勒兽的支持 于是他卡片召唤矩阵进化 大古勒兽再次登场 他先用双刃击碎了战马兽的罗贝 再用原子冲击波干掉了战马兽 就这样危机终于被化解了 顺带一提地魔有12只对应12生销 古勒兽也确实是进化的关键 我是全书 下期现实世界的剧情即将结束 数码世界的剧情正式开启 我们下期见